大家好,我是龙道 今天我们又带来一个长寿福的风景 大家看一下位置的话就是在这个树的下面 因为龙道这里截止嘛 这边转过来就是青龙 青龙白虎的话都是一个牛角砂 然后一直了插到水当中 前面这个水的话也就形成了一个玉带水 这是它前面的一个暗山 是比较有特色的 像这种丝相振水口 而且明堂也很圆润 所以这才能形成一个玉带环绕 这一边的话就是白虎 有朋友就在问它如何找具体的点位 它就会形成唇瞻 一层一层的外扩 同时龙虎高度暗山 它都是比较合适的 就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达到长风巨气的一个特征 好了 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帮忙关注评论 再见 再见